中国梦之声北京诗音会上 一个叫冷婉婉的另类女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虽然婉婉最终没有禁忌 可还是凭借自己的幽默和创作才华 瞬间征服诸多口味调剂的网友 冷婉婉瞬间成为网络热搜辞 不仅如此 婉婉在诗音时演唱的原创歌曲《青春版权》 被评审韩红以五位数的价格买下 配合韩红亲自演唱 确定作为电视剧版之后 《青春》的主题曲 在录音现场 我们听到了由韩红重新演绎的这首《青春》 其校园鸣鸣般的旋律和小清新的歌词 与王妃演唱的《至青春》颇有几分相似 据悉韩红还找来了《至青春》的作曲《豆棚》 为这首《青春》编曲 在韩红既坚定又充满柔情的嗓音演绎下 这首《青春》变得更加动人 连原作者冷碗碗听到后也不禁热烈盈眶 唱得好吗 太好了 太好了 确实满意 唱得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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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满意就好 你满意就好 而演唱者韩红也不禁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代 其实我在唱这歌的时候就是感觉 记得那天就是学校开毕业典礼之后 我们结束了 我们毕业了 然后大家各自忙着收拾行囊 忙着道别 忙着和青春说再见 忙着和同学说再见 忙着和校园的初恋说再见等等 所以这首歌特别感动 韩红在担任中国梦之声评审后 人气暴增 他一概军人刻板严肃的形象 时而是认真严厉的音乐导师 时而是温柔感性的多情小女人 时而又变成了幽默搞怪的谐星 他向观众们毫无保留地展示了一个 显为人知的百变韩红 其实通过Chinese Idol 大家只看到了一部分 大家觉得我在Chinese Idol里面 是最厉害的一个评委 好像是最厉害 最凶的一个 最凶的一个评委 其实真不是 我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 每一个学员 四十斤二十的时候 每一个学员走都流泪了 我其实 我是最疼他们的 真的最疼他们 但只是我面子上 好像我表面上显得太强了 太强势了 太强大了 其实我内心非常柔软 这是心里话 不然不会把青春唱成这样的 这还不够 大大咧咧的航红 与黄晓明在节目中 肆无忌惮的大秀亲密 不但时不时靠在黄晓明的肩膀上 兴起时还直接捧起黄晓明的脸亲上一口 这一幕不仅镇住了现场观众 就连一旁的李文也惊呆了 看节目上就您好像特别喜欢调侃黄晓明了 因为他是我兄弟 所以随便调侃了 那当时怎么会想到突然清拆一下 我们俩都在逗着玩呢 你好朋友才敢这样 如果不熟的人你就不会这样了 我们俩好朋友 其实韩红的搞笑功力 在电影《至青春》中就有所展露 由他出演的温柔情感DG 紫娟姐姐绝对让所有观众大感意外 而这段精彩客串 似乎激发了韩红的表演欲 他透露接下来还会继续出演 赵薇导演的另一部新片 电视剧版的《至青春》主题歌是我唱 就是这首《青春》 有啊有啊 赵导演的下一部戏 《专心娱乐》上海报道